如果说我们刚才第一段文献世界之报为大家所报道的故事叫做恨 接下来我们为大家报道的故事叫做爱与宽恕 刚果是过去经过两次政变内战屠杀将近百万的国度 当地最可怕的是在屠杀的过程当中的性暴力 所以全世界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国际人群组织 包括我曾经到纽约去访问的Women for Women的组织 他们最常工作的地点就是在刚果 而刚果当地有一个京夏沙首都里头交响乐团 这里是常年的内战 性侵害 屠杀 另外饥荒 这样的状况里头怎么会有一个交响乐团呢 可能正因为如此吧 人在一种绝望当中 古典音乐给了他们某一种梦跟一种希望 每一次当他们听到了贝多芬的交响乐章 他们会感觉有一天我们会走出苦难 这是刚果的京夏沙交响乐团 乐团成员都是业余的小提琴手兼任水电工 港国的两次政变 让本来摔坏的经济更加一蹶不振 性暴力的发生力全世界最高 这里的交响乐团 却是中非地区历史最悠久的 灰仙的港国人 在古典院里找到了盼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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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